在之前的视频系列中 我们为大家详细讲解过一段传奇旅程 航海者一号和航海者二号 这两艘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类探测器 已经在太阳系的边缘地带飞行了将近半个世纪 它们发回来的数据数量之庞大 信息之丰富 远远超出了它们当初那套70年代技术所能想象的极限 而如今随着技术的飞跃发展和科学野心的不断扩大 科学家们正筹划开启一项令人振奋的新任务 代号航海者三号的星际探索计划即将启航 这会将开启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与早期航海者不同 航海者三号将搭载西一代高精度仪器 采用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导航系统 并配备更高效 寿命更长的核电源系统 目标是深入研究神秘而关键的星际节制 这是太阳系与银河之间那片过度的未知领域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将一探究竟 为什么科学界普遍认为 现在正是启动这项任务的黄金时机 航海者三号可能为我们揭示哪些前所未有的宇宙秘密 而它又将如何为未来可能跨越日球层 迈入星际空间的探险 做好全面准备 1977年 借助那场每175年 才会出现一次的罕见行星连珠 一种行星之间引力协同作用 带来的宇宙弹弓效应 航海者一号和二号踏上征程 开启了一场改变历史的星际旅行 它们精准地利用了巨行星的引力助推 一路探访木星土星天王星乃至遥远的海王星 沿途不断拍摄并传回大量高清图像和关键数据 从根本上改写了我们对这些行星的认知和行星科学的基础理论 比如在木星的卫星木卫仪上 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活跃喷发的火山 土星的壮观环系 展现出意想不到的复杂性 而像海卫一 土卫二这样的冰冷世界 却隐藏着可能存在液态海洋的迹象 这些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外太阳气的想象 在完成了原定的行星任务之后 这两艘航海者探测器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进 踏上了一段没有终点的星际漂流之旅 如今 航海者一号已经飞出了超过240亿公里的距离 成为人类制造的最远离地球的探测器 而他的孪生兄弟航海者二号也不甘示弱 紧随其后 在茫茫星海中继续传递着宝贵的数据 这两位无声的先驱已经跨越了日球层的边界 正是进入了星际空间 在那里 太阳风的力量已经微弱到几乎察觉不到而主宰一切的 是来自银河系的等离子体和神秘的宇宙射显 然而 正是这片未知的星际区域 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那里既是科学的边界 也是技术能力的极限 我们必须记住 最初的航海者探测器 并不是为了穿越星际空间而打造的 它们的设计目标只是飞越行星 而不是直面银河风暴 它们所搭载的等离子体仪器功能相当有限 磁力的分辨率也不足以描绘出复杂的磁场结构 价值通信系统极为简陋 依赖的是功率极低的发射器 传回的数据就像是穿越浩瀚黑夜中的微弱耳语 每年地面工程师们都要面临艰难抉择 关闭更多字系统 压缩传输窗口 只为延续那一点点剩余的电力 使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旅程能够再多走几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航海者三号的意义愈加迷茫 它不仅是延续 更是革新 是一次真正为星际任务量身定制的全新尝试 新的探测器将配备为星际环境量身定制的仪器 能够高精度的测量等离子体密度 捕捉宇宙射线的微妙波动 并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描绘出星际磁场的细致图谱 为我们展现一个以往从未真正看见过的宇宙 依托人工智能算法 它将具备自主决策与调整能力 能够在遥远的星际环境中快速响应各种意外事件 从设备故障到路径偏离 都能自行纠错并优化运行 得益于西一代高小核动力系统的支持 它的使命寿命将远超航海者一号和二号 即便他们最终沉寂在黑暗中 这艘后继者仍将继续运行数十年 在星际深处发光发热 本质上 航海者三号并不是在重复过去的荣耀 而是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一次崭新的探索 走入那些前辈们仅仅略亏一眼 便历劫止步的宇宙边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科学家们如此执着于研究这片遥远的星际界质 这看似虚无缥缈的空间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宇宙秘密 值得我们庆祝如此多的资源和期待 因为星际界质并不是外部的背景噪音 它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整个太阳系运行的宇宙环境 是我们行星系统所漂浮其中的宇宙海洋 太阳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太阳风 这种高速粒子留在太空中吹出一个巨大的防护气泡 我们称之为日光层 它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盾牌 守护着地球和其他行星免受来自银河深处的有害辐射侵袭 然而尽管它的存在早已被证实 但日光层的真正结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它的形状、边界厚度与星际界质的相互作用 这些关键细节仍然模糊不清 有的科学家认为它像一颗泪珠 随着太阳在银河中移动 而在尾部拖曳出长长的尾巴 就像船在水中划出的波纹 也有观点认为它更接近一个紧凑的球形结构 四面八方对抗外部星际压力 如同一个充气的气球在太空中独立存在 更复杂的模型则提出 它可能是一种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动态形态 随着太阳活动周期 星际风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边界和形状 航海者一号和二号尽管装备有限 却在穿越日球层时 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手的实地数据 初步揭示了这一区域的复杂性 可惜的是 由于它们的仪器在设计之初 并未针对星际研究优化 所获得的数据极其有限 留下了大量未解的科学空白 而航海者三号的使命之一 就是要系统地填补这些知识空白 为我们绘制出一幅更加完整 更加清晰的星际节制图景 借助现代化的科学仪器 它不仅能以极高分辨率 精确测量等离子体的密度变化 还能实时追踪宇宙设限 使如何穿透和影响日光层 并绘制出星际边界磁场 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动态变化图 为研究太阳系边缘 与银河之间的相互作用 提供关键数据 通过这些高精度的数据 我们将能更准确地构建 太阳系与银河系之间复杂 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 理解太阳风如何与星际等离子体交汇 碰撞、融合 从而重新定义 我们对太阳系边界的理解 除了科学上的探索冲动 还有许多非常实际的理由 促使我们不得不更加深入地研究 这片星际区域 比如说 未来的航天器在离开太阳庇护 踏入星际旅程之前 必须面对严苛的辐射环境 和高能粒子的冲击 因此充分了解这些等离子体条件 是确保人类深空飞行安全性的关键前提 在某些区域 星际节制可能相对平稳 而在另一些地方 则充满剧烈的湍流 这些不同的空间条件 会直接影响航天器所需的辐射评比厚度 导航路径甚至是通气延迟策略 正如地球早期航海家 依靠洋流规划航线 我们未来的星际探险者 也可能会利用星际等离子体的流动趋势 来加速飞行 减少燃料消耗 这些宇宙航道 或将成为前往比林星等目标的关键路径 从理论物理的角度出发 航海者三号 还将成为验证多个关键天体物理假设的平台 例如宇宙射线是如何在磁场中传播 星际磁结构 是否具有大型对称性或局部扭曲等问题 他所收集的有关银河辐射强度梯度 粒子加速机制 及边界层团流的详细观测数据 将使科学家首次能够把现实测量 与理论模型进行一一对比 检验过去几十年建立的假设 是否占得住脚 如此一来 航海者三号将在理论与实证之间搭建起一座坚固的桥梁 将过往的推测转化为可验证的科学证据 把宇宙物理从想象推向实证 这种跨尺度的研究方式 不仅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太阳周边的邻里环境 更有望揭示这些局部现象如何与整个银河的宏观结构相互作用 从而让天体物理学的拼图更进一步完整 航海者三号的价值 远不止于它将带回多少字节的数据 更在于它象征着人类对未知的坚持与信念 使我们用科学的方式扣向宇宙大门的又一次尝试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 它将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 为未来更大胆 更遥远的星际任务烫出一条前行之路 就像马可 波罗之鱼丝绸之路 就像几百年前的航海家用地图 将未知海域逐步描绘清晰 航海者三号也将用现代科学手段 绘制出第一张围绕太阳的星际空间详图 为我们点亮太阳系之外的方向标 这一全新的地图数据将为科学研究带来巨大助力 同时也将成为航天工程师手中的蓝图 为未来无人或载人星际任务提供路线选择 风险预判与系统设计的第一手资料 而从人文视角来看 航海者三号也继承了那份始于1977年金唱片的浪漫愿景 将地球文明的声音带到星辰之间 寄希望于某天被另一种智慧生命所接收 当年搭载的金唱片中收藏着来自地球的问候与音乐作品 动植物声音及人类生活图像 是一封跨越时空的宇宙信件 向潜在的外星文明介绍我们是谁 而在今天 借助先进的存储与通信技术 我们可以将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封装其中 包括全球各地的艺术 文学 科学成果 甚至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视觉与语言内容 尝试跨越文化与语言的翻译与宇宙对话 航海者三号不仅仅是一艘探测器 它还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一个21世纪人类文明的文化胶囊 承载着我们对宇宙的好奇 也见证着我们对自我的表达 而此刻 天体运行所带来的一个稀有机遇 也让这一计划充满了紧迫感 窗口稍纵即逝 错过了 也许就要等上整整一代人 要知道 1977年那次行径连珠 是促成航海者任务得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正是它让探测器得以以最小燃料 换取最大动荡 踏上了四大行径的巡航之旅 而类似的星级弹弓机会 在未来几十年内还会再次出现一次 但一旦错过 下一次可能就是50年 甚至100年之后 对许多科研人员而言 那将意味着 这一项任务将彻底错过他们的一生 对于许多致力于深空研究的科学家而言 这一切无一再强调一个明确的信号 现在就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延误可能意味着 措施整个时代的机会窗口 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在人类有生之年 看到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星际探测器飞出太阳系 穿越星际空间 迈向其他航星 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下定决心 抓住这个稍纵即适的发射窗口 与此同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以及世界各地的航天机构 也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各类相关方案 试图设计出一艘比以往任何探测器都更快 更远 更智能的星际飞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设想之一 是名为星际探测器 Interstellar Pro的计划 这项雄心勃勃的任务 可能会在2030年代或2040年代择机发射 其设计速度将大幅超过航海者号 预计只需15年左右 就能抵达太阳系边界 也就是日球层的最外延 而航海者三号 则有望在这一进程中 发挥成前起后的关键作用 它既是对前两代探测成果的延续和补充 也能为未来更大规模的星际任务 奠定技术、数据和路线图基础 综合来看 无论是从技术层面、科学意义、工程准备 还是时间节点的把握上 都强有力地表明 航海者三号并不是对过去的简单致敬 而是一次面向未来的科学进军 它不仅是技术上的一次飞跃 更是文化上的一次自我表达 也是一种人类精神的象征 我们永不满足于已知 总在追寻更远的星空 这一次 航海者三号不再是1977年那段光辉历史的复刻 它将走得更远、看得更轻 探索那些前左未置的星际空间深处 它将穿越日秋层 进入银河的浩瀚怀抱 在那里展开科学测量 验证未来星际任务的可行性 并将我们的声音、一个文明的印记 带向深邃的星空深处 第一代航海者探测器 已经成为人类面向宇宙发出的第一封星际信 它们正在遥远的黑暗中 默默传递着我们的存在 而航海者三号 则可能成为我们进入星际社会的下一道回响 用新时代的语言 讲述21世纪地球的故事 让星陈也听见我们的声音 既然基于当前 技术已备 愿景如此清晰 我们为什么还不起程 难道不是时候 再次迈出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一步 我们准备好了吗 去探索星陈大海的更深处 去解答存在的终极问题 去展开属于全人类的下一段 伟大而勇敢的宇宙征途 现在正是人类做出回答的时刻